中国决赛的资格 这两天在国内也有相当大型的网球再次举行 就是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 那么这两天的比赛呢 因为是为了这业余的好手来提供他们一个比赛的舞台 所以吸引了全台湾有上千名的选手来参加 那不止这个开赛人数是史上最高 另外同时也是我们国内团体再次奖金最高的一次 甚至连开球仪式都非常特别 大家对热力四射的演出会正心麻吉资金 新控被全国团体网球锦标赛揭开期末 现场在彰化园林运动公园进行的非职业网球赛 足动寄了98支队伍超过1100位的选手参加 球员人数是史上最多 总奖金39万也是团体赛最高的一次 彰化线大家长也特别到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百花盛开的季节 我们彰化线以地主的身份欢迎来自全国的网球好手 愉快贵宾不许动动口 在网贤秘书长刘中兴的力腰下 开球仪式别开生意 干脆来场双打友谊赛 先到这项围棋两天的比赛开打喽 18号比赛将持续的章话进行 包含国内顶尖的青少年国手黄阳琪等人也会亮相参赛 预期将会为这次的赛会掀起另一波高潮 关于新闻 综合报道 新闻假日今天台北市有相当精彩的比赛